主料,紫薯100克,南瓜100克,糯米粉150克,辅量,樱桃4个,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南瓜一小块,紫薯一个,小一点,南瓜去紫,切丁,紫薯切小块,南瓜蒸熟,用勺子,压成南瓜泥,紫薯同样用勺子压成泥状,紫薯和糯米粉1比1对半, 南瓜和糯米粉1,1.5,做成大小差不多,上锅蒸熟,用樱桃装饰点缀下,最后的成品图,我个人觉得好不错,第一次做这样的咚咚,烹饪技巧,汤圆做小点,因为上锅蒸,会变大南瓜加糯米粉,时尚方便南瓜,南瓜水分多,不加糖,我觉得紫薯和南瓜已经蛮甜的了,没必要加糖, 南瓜要学老一点的,老的南瓜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